内窥会产生一些粘动的效应 它会影响到整个一直到竹围 到红树岭 我觉得影响大概会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 后面就会渐渐转弱了 那这边会影响到北投天魔这一带 好 另外我还留意到 那么在台北市有一个地区 有两大建商都推案了 是在北投 为什么会选在北投 是因为北投其实积极相对比较低 北投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卖点 以后我们看到北投联动的应该是淡水 那整个大的区块 然后再加上市北科 或者是说我们的北市科 北市科的那个区块 那这样有三个 因为润泰也在那地方推了 北市科出下案对不对 然后我看到华谷也推了 然后远雄也推了 五大建商有三大建商都在北投推案 北投非常多的建商不是他们而已 对 当然我是说在目前我们看到 现在统计的五大建商 那明年大量推案这五大建商里头 有三大建商都在北投推案 就表示北投应该也是 北市科那里 现在都已经突破百万了 现在突破百万 是的 那那里规划得非常的完整 也目前是台北算是最大的一块腹地了 就少数还速地的对 对 那刚刚正如森老师讲 内块会产生一些年龙的效应 它会影响到 淡水 整个一直到竹尾 到红树林 我觉得影响大概会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 后面就会渐渐转弱了 那这边会影响到北投天母这一带 然后 为什么 因为未来这里很多的高科技厂商在这里 会有很多的上班族 而且薪水会比较高的 那这些薪水阶层 高薪阶层的人 未来他住哪里 那他可能就是住捷运 或是开车十几二十分钟 二十三十分钟 那薪水比较高的 大概没有办法接受超过三十分钟路程 所以对淡水区域的房子影响会比较微乎其微